俄罗斯人评选出的最讨厌的历史人物中,赫鲁晓夫一直名列前茅,尽管他一再标榜自己是一个改革家,一个抗击西方的斗士,可是人们还是普遍将他看作一个投机许巧的小人,华众许宠的小丑,败坏苏联名誉的罪犯,苏联就是在他手里开始走下坡路。 国际共产主义大团结,也是毁在他手里,即便是他一直竭力诋毁的斯大林,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也是高出他几里地。 丑态百出的赫鲁晓夫,俄罗斯晨报,更是爆出伊泽封所几十年的秘密,1961年就曾经有几个苏联公民,密谋行刺赫鲁晓夫。 这在当年苏联秘密警察、暗叛、告密者,密布大街小巷的时代。 这绝对是爆炸性的可怕事件。 侧面也反映出人们有多厌恶这个长着一个小丑鼻子的领袖。 彪悍不羁的乔治亚人,这格讯息的根据来自解密的前苏联乔治亚加盟共和国克格勃秘密档案,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 1961年5月,赫鲁晓夫巡视乔治亚时。 曾有四名乔治亚人,打算在他视察蒂比利斯时刺杀他。 这四人都是乔治亚人。 他们是奥塔里米克瓦比什维利、阿列科梅拉泽、阿布列科巴托什维利、和阿卡基姆迪纳拉泽。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 首要一条就是赫鲁晓夫,损害了领导苏联人民打败法西斯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形象。 从而在国际国内都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分裂。 给苏联带来无法挽回的破坏。 第二个理由则是他在1956年,曾打算将数十万乔治亚人迁往中亚地区。 这是对乔治亚人民的法西斯种族压迫甚至灭绝政策。 所有乔治亚人都有义务起来反抗。 四个热血青年,制定了几套方案。 他们需要武器。 于是通过部队中的关系。 设法从军营里搞到手榴弹。 用他们改造成定时炸弹。 不过前苏联时期的克格勃,的确是无孔不入的存在。 几个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年轻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忽。 他们很快被乔治亚克格勃盯上了。 就在赫鲁晓夫到访之前一个月。 四人被克格勃逮捕。 四个年轻人够有胆有识。 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也是勇敢的女性。 面对儿子犯下的可能诸连九族的大逆不道之罪。 四克米克瓦比什维利的母亲没有逃避,而是做出比儿子还要大胆的行动。 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地比利斯大街上,在数万欢迎人群众目睽睽之下,冲出人群,拦住赫鲁晓夫的庞大车队。 要向赫鲁晓夫递交一封诉冤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这次大会批判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一向斥责斯大林是暴君,自己则是民主倡导者和维护者。 这下子赫鲁晓夫犯了难。 不理这个女人,则自己的民主形象大打折扣。 关照要刺杀自己的刺客的母亲,自己又发自内心一万个不愿意。 最后老油条赫鲁晓夫,反复衡量过厉害后,还是觉得做个高姿态更有力。 于是对米克瓦比实为例的处罚,由此行改为有期徒刑15年。 赫鲁晓夫倒台后,四个人全部被大赦。 梅拉则后来从政。 并于1990年当选乔治亚议员。 在1991年,参与制定并发表了乔治亚独立宣言。 参考文章 苏联政治暗杀事件 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没有订阅人的事业本人在前面认识。 有什么意见? 在赑钢尔的话可以领域 receive